大家好 欢迎光临中正评测 这些是开箱的小薰Pro14 这些是用Z码在官网买的 所以比大家会找到一点 和它同时到的 还有小薰Air14 油卡14S我也买了 但是还没发货 我会对小薰Air会更有兴趣一点 因为它便宜 这个我觉得5799还是蛮贵的 我是因为公众号投票 它是票选最高的 那我就先开箱它 它带着两个问题来 一个是满血版的1135G7 是什么样的性能 另外一个满血版的MX450 又是什么样的性能 因为之前我们开箱 红机的那个新风料 盛量红机还是红旗 那有人说 那个不代表英特尔的11代的产品 那是下限 那我们看看上限是怎么样 包括前面开箱的惠普的新14 那是18W的MX450 又是GD5的显存 那也不能代表MX450 我也说了 没那么多黑和吹 为了避嫌 我已经把主体业务转了DIY了 我自认为还是严格自律的 还要我怎么样呢 全网的视频流量点击的钱 大概一个月1万多块钱 只够我们公司开一天的费用 做DIY组装机会比笔记本 更成本高一点 因为DIY会有组装和测试的过程 对客服的要求也会更高 笔记本简单很多 打包发出去就行 人力成本会低很多 再一个 我是普通用户的站位和心态 你让我像一个机器人一样 不带任何情绪的话 很难做到 只能说是尽量 那我马上开箱 开箱前 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是YZZDN6个字母 有什么想让我开箱的机器 可以在公众号的文章后面留言给我 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开车的DIY主机 从2000多块钱到1万多块钱 不同的方案都有 大家有自己的方案 也可以跟我们的网店客服联系 我们的DIY产品也是在阳格自律的 这是一个白色的包装盒 CPU是i51135G7 16G4266的双通道 VR固态MX450的显卡 屏的分辨率是2240×1400 16比10比正常的全高清的会多51%的像素点 那么玩游戏的话 对显卡的要求也会更高一点 这是原封的封口 外观小型pro的家族饭还在 但是拿在手里没那么圆润 会感觉薄了一点 A面就这种亮银色 有一个Lenovo的标志 地面两个脚垫和一个长脚垫 长脚垫会比以前高了一些 这是进封的网孔 出封口在转轴的缝隙里 接风的会比上一代更好一点 厂家是联想自己的联保 机身的前面是一个凸起的抠手 机身的左侧是两个雷电4 机身的右侧这是电源开关 这是USB-A耳架麦克 背后是一个圆弧形的转轴 什么都没有 看能不能单手开合 可以 这是屏的开合角度180度 我没做功课 我以为和上一代是一样的 覆盖了玻璃的那种镜面屏 结果是雾面的 我从来都是喜欢雾面屏的 因为不反光 而且也会更轻一点 三面展边框底部一直不到一点 我仔细看了一下转轴 应该是有两个触风口的 这边和这边 键盘的手感会比上一代更好一点 形成更深一点 触摸板的手感的正常 面积也会比较大一点 电源适配器95瓦 Type-C的口线长大约是2米7 机身1330克 电源适配器440克 联想的机器第一次开机 必须要插电才行 那我插电以后再开机 可以打开了 背光灯是一个白色的 我们会帮助你登录 这是我很不喜欢的跨腹壁纸 自带了爱奇艺和腾讯视频 我来卸载掉 屏幕有一个自动亮度的调节 这个我把它勾选去掉了 整个过程都会放在FN加Q的 最高的性能模式上 CPU是4核8线程 8兆的三级缓存 内存是16G的4266的双通道 我开箱的机器只能代表我这台 我这个是海列式的固态 i5的CPU带的是80U的核显 C盘是默认的100G剩余的一个分区 像这样的分区 我都会重新分一下的 PL12分别是38瓦和64瓦 主板的BIOS版本是21WW 屏的看不出来是哪一家的 2240×1400比全高清的不会大太多 默认是150的显示比例 不会觉得字太小 那种很肺眼的感觉 网卡是英特尔支持WiFi6的X201 内存4266是62.2G每秒 非常高 延迟是58.5纳秒 我就好奇一下 英特尔核显非得这么高的内存带宽才行吗 这个配置比较新 二级缓存的延迟是错的 跑分的截图会放在公众号里 看不清视频里面 可以到公众号来看 也会相近的机型做成表格 方便大家做横向的对比 这应该是GPU-Z的最新版本了 还是识别的错的 MX450是PCIe 4.04倍速 显存是三星的GD6 显存的带宽是80G 比内存的60几G的带宽 没高多少 我还是会疑惑 英特尔的核显会有这么吃带宽吗 常规的跑分显示有可能错误的 15瓦3.82G R15是941分 比红机是要高很多 但是比AMD还是要低很多 R20是2427分 国际象棋15766 比红机同样的CPU高了 百分之二十几到百分之四十几 比惠普的新14高了就更多了 我请我们剪片的老师表格放大一点 大家好自己对比 总分二十五万七千分 CPU九万四千分 倒不稀奇 显卡九万四千分 已经超出我的想象了 我把独显禁用了 再看一下核显 英特尔的核显跑五万五千分 和AMD的差不多 和以前一样的设置 用格式工厂剪一个十分钟的视频 现在刚刚开始是28瓦 3.82G 40瓦 41.4瓦 42瓦 五分48秒完成 也就是348秒 比红机比惠普同样的i5 要快挺多 它们都在500多秒 但是你们要注意 小型Air15的4800U 170几秒 两者的速度刚好差一倍 我又勾选了GPU加速 现在是核显在跑 核显加速以后 快很多 1分01秒 也就是61秒 再用PR导出一个两分钟的 H264的视频 仅限软件就是用CPU去跑 CPU这个时候41瓦 完成了64秒1626 再来一次 这次用硬件加速 我们看一下英特尔的核显在运行 GPU加速以后是25.0753秒 Adobe的软件对英特尔会更友好一点 3DMark也一样 我先用独显跑 再用核显跑 CPU4916分 显卡1320分 我总觉得这个显卡的跑分不对 3DMark跑分完全不对 CPU是5191分 显卡是1334分 这是硬盘的跑分 4K和延迟都算正常的水平 再跑一下200G的混合模式 速度倒是还好 缓外能有700多兆的写入 独是3G左右 现在是85度的温度 并没有因为温度降速度 用脚本自动跑30量25 跑了很久很久 终于跑完了 最大值看不出来应该是944 后面也都差不多这个值 我用WPS拉了一个表格 平均值是937 基本上就是个位数的差异 完全一条直线的状态 厂家的这BOS调教上面 确实很花了精力了 再来一个非常漫长的测试 从安装到跑分都会非常久 先用独显跑 等会再用核显跑 独显跑完了 跑了可能有一个小时左右 马上再看一下核显 核显可能会跑更久 BIOS里面NF2就会进去 进去以后选项 是可以把独显关闭掉的 这个时候重启 我们进设备管理器看 就只有核显了 核显的分值也跑完了 我做了表格 你们自己研究一下它的差异 这里面代表的软件像 其实我只知道3DSMark和玛雅 其他我都不了解 我重启再把独显打开 单烤开始的一瞬间是47瓦 三分钟左右现在是38瓦 3.53G 75度 环境温度现在是22.4度 不对 我单烤了一小时19分钟 怎么这么久 白天的琐事态度 已经把这个机器忘了 现在CPU是76度 3.54G 37.38瓦 开始双烤 CPU是26瓦 频率是1.845G 65度的温度 双烤开始以后 CPU是28瓦 75度 2.97G 单烤加上双烤的时间 一共用时两小时42分钟 CPU的温度 从64度到67度 这一个范围值 2.45G的频率 20瓦 显卡死死的定在1.845G 64度 27瓦 人的位置噪音是44分贝 机身上是60.8分贝 拆线板上现在是78.4瓦 我把CPU停下来 现在只保留这个GPU在单烤 是不是孙悟空施展的定声法 让显卡的频率一直在1.845G 单烤GPU温度下来了 而且噪音也变小了 刚才看错了 是28.5瓦的显卡 烤机时的环境温度是23.5度 这是双烤时的热成像 你们猜我对这个机器现在是什么感觉 基本上已经摸出来它的特性了 到现在我对它的认知 应该就是一个轻薄的14英寸的一个游戏本 我猜想是可以妥妥的跑绝地求生的 看一下画质设置 决定求生是2240×1400的分辨率 画质全是最低 这个分辨率比正常的全高清 1920×1080会多51个像素点 对于显卡的负载也会更高 现在帧数是100帧出头一点点 下落的过程中也在100帧左右 我会更关注它操作上 会不会有那种粘质感卡顿感 落地的一瞬间是80帧左右 野外跑步的帧数80几帧 CPU占用4和8线程 现在占用44% 温度76度 3.3G的频率 偶尔也会降频到两点几G 显卡占用还可以99% 77度1.81G 画质不是太高 现在显存占用也不是太满 80% 操作上不会有那种粘粘的感觉 也不会有那种颗粒感 但是在转动画面的时候会有丢针的感觉 应该跑了有足够久了 被打死了 我把读显关闭了 再用核显跑一次 好了 进游戏了 画质的设置和刚才是一样的 都是非常低 帧数比刚才是低了很多 340帧 这个游戏是没法玩的 跑一下核显是让大家看一下 到底4266内存的加持一下 这个核显到底性能怎么样 有一点要肯定一下 它没有那种卡顿感 在操作这个层面 它是流畅的 我能什么都不干 就在野地跑一下 现在帧数在30帧左右 没法玩的 我再把分辨率降到1280×720 现在人有点变形 1280×800 现在人应该不是拉伸的了 现在帧数560帧 那就可以认为 不要求画质 这个核显是可以玩游戏了 跑游戏的时候 TPU占用率还是蛮高的 坦克世界的画质设置是中 分辨率是2240×1400 这个画质像40几帧 50帧是没法玩的 TD和火炮 这个帧数是可以玩的 轻毯非常不建议 帧数在40几帧到60几帧之间 我去把人头送了 然后再把独显打开 独显打开以后 还是同样的画质设置 现在帧数在130几帧 跑起来以后也有 一百零几帧 这个帧数玩轻毯就没问题了 OK 死了 再看一下Dota2 现在是最高的画质 帧数在六七十帧的样子 CPU占用还是时不时的 百分之七十几 现在74度的温度 2.2G到三点几G的频率 这个范围 帧数是八十几帧 显卡76度1.83G 这个游戏的画面真绚丽 但是看不懂 再看一下巫师3 现在是低画质 2240×1400 帧数在四十几帧 我又把分辨率降到了1280×800 现在帧数会有九十几帧 四十几帧 你会操作上会有不跟手的感觉 一百帧左右就很流畅 再看一下爽先锋 现在还是2240×1400 画质设置在哪里 在这里是高 帧数在九十帧左右 CPU占用率很低 CPU在70度3.3G 显卡73度1.83G 发生战斗以后是75帧 根本就搞不清谁是谁 基本上全程可以八九十帧 画面太乱了 搞不清状态 这游戏太划哨了 有时候会降到大概六十几帧的样子 算了 战地5和骑马鱼砍杀 我就不跑了 听一下扬声器的效果 效果还不错 摄像头的效果也OK 看一下屏幕亮度现在是最高了 已经超出了 重新再看一下 难怪了407 366 3012 344 345 344 358 398 360 我来拆机看一下机身内部 机器很容易拆 几个螺丝系列以后 翘片一翘就可以打开了 D壳是金属 这上面有导热的交贴 对应着硬盘的位置 把硬盘的温度传给D壳 哈利斯的硬盘的型号是PC611 主控和颗粒是分开的 机器只有一个M2口 以后只能是换不能去加 这是一个很大的61瓦时的电池 这是X201的无线网卡 两条热管贯穿两个风扇 整个显卡和CPU的部分都已经被覆盖了 扬声器会在角落上两边 做了共鸣的枪式 并且连接它是一个软性的连接 没有任何我们自己可以折腾的空间 助攻和魔具的精度是好于上一代的 联想自己的联宝也在进步 键盘的手感因为形成更深 所以说也好于上一代 这台机器让我们彻底看清了11代CPU 和满血版的MX450的表现 只是讲这个机器 它就是一个小号的游戏本 绝地求生是一个可以玩的分水岭 在它之上比如像巫师3感受就很差了 包括绝地求生本身和在它之下的游戏 感受就会很好 过程中也看了核显的表现 也确实没有红基那么糟糕 还是四核八线程的CPU 虽然比红基和惠普提升是很大 但是你们比较一下 小新Air 15的4800U两者的差距 同样的减10分钟的视频 一个用时348秒 一个179秒 相差了将近一倍的时间 小新Pro的4600U是228秒 也相差了差不多有50% 这样看在满载的情况下 是等比例的以核心数去放大了性能 自己的用途更多吃CPU 还是建议买AMD 核心数高明显还是会更强 不要求CPU更多倾向于玩游戏 这个显卡很让人惊艳 我个人对刷新率无感 对于90Hz屏我不发表意见了 待机时间我一直在看 软件不动的话 显示是8小时21分钟 稍稍用一下会显示5小时多一点 基于配置我相信已经到极致了 它就是一个小游戏本 我个人会更希望能有4600U 或者4800U配上MX450 这种好码配好安 说不定价格还能更低 CPU各种好东西都堆上了900多分 虽然不至于像之前两个707分那么难看 便宜了1000多块钱的小兴PRO13的4600U 1330多分 我不知道这个显卡的成本是多少钱 但是如果是500块钱左右 那就有可能把这种配置的机器控制在4999 那多好啊 不好意思 经常说些没用的话 这完全是我个人的幻想 基本上就没有完美的机器 要特别表扬一下 它没有用那种玻璃屏 那种的貌似品质感 其实感受非常糟糕 还有人说蛋坏家能不能从我试过的 可以用这个 最后开箱机的折价 我们减200块钱的话 就是5599 不介意被我使用过 有一定的使用痕迹 可以在淘宝的首页搜中正评测 官方店可以找到我们 进店以后搜小兴PRO可以找到这个机器 找不到就是被买了 都有图文的内容和表格 都会放在公众号里 也可以到公众号来看 有什么想让我开箱的机器 可以在公众号的文章后面留言给我 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DIY主机 最近有一个3990的游戏主机方案 小兴L14我也会尽快开箱 UGA14S应该在路上 宏基的英特尔独显 我也会比较好奇 占66的四代我也会开箱 ThinkBook的同款配置 我也付了定金 也会尽快开箱